香港警察暴力鎮壓示威者的手段殘忍 香港各地上週繼續發起活動 遭到警方真槍實彈 胡椒槍暴力驅散 3號 有一名學生墜樓重傷 有目擊者看到警方阻撓救治 目前該名學生已經不斷身亡 各界認為疑點重重 公開譴責警方的暴力行為 要求調查真相 同時 多所學校的學生 遊行當中喊出了驅逐共黨 光復香港 以及天滅中共等口號 11月3號 在太古城中心商場 市民們發起東區集氣人戀日活動 数百位民眾在商場駐起人戀 高呼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 蒙面無罪 立法無禮等口號 爆滿6點多 大批防暴警察 衝進商場內搜查 並用實彈長槍對準市民 還噴射胡椒噴霧驅散 過程中多人被捕 在商場外 一名說普通話的中年男子持刀 襲擊市民 導致多人受傷 地上血跡斑斑 太古區議員趙嘉賢耳朵也被他咬斷 血流如注 隨後趙嘉賢被送往東區醫院急救 香港醫管局表示 截至11月3號晚上10點 共有五名傷者送醫 其中兩名男子危帶 另有一男一女 情況嚴重 事件遭到外界強烈譴責 加拿大懷疑作家盛雪批評中共 現在在香港的所作所為 完全是一個暴政 專制 恐怖主義政權的佔領軍姿態 同一天 香港警察在江軍澳一帶 發射催淚彈清場 香港科技大學一名男生疑似 因躲避催淚彈墜樓後 重傷昏迷 香港電台報導稱 截至5號晚上 墜樓重傷的周子樂在伊麗莎摩醫院 多次接受腦部手術後 情況仍然危帶 傷者家屬已趕往醫院探視 至8號早上傳來噩耗 周子樂傷重不治 不幸離世 當天香港多區舉行了大規模的悼念活動 港媒《立場新聞》記者 事後訪問多名目擊者 發現事件疑點重重 也有市民懷疑這位科大學生是被警方推下樓 多名目擊者表示 警方阻撓救護車進入 延誤救援時間導致傷者情況嚴重 11月4號晚間 學生們要求校方出面調查周子樂同學受傷 坠樓真相及公開譴責警方暴行 6號中午 港大學生會及首副港大連署關注組 發起校內遊行 展示 警告香港正在淪陷的黑棋 高喊香港警察蓄意謀殺等口號 同一天 有六名記者星期一在記者會上 戴上頭盔抗議 要求查警報 直警謊 並拒絕警方要求離場 警方最終取消記者會 港警暴力鎮壓示威者的手段殘忍 外界普遍懷疑有中共軍警假扮港警或混入人群 網上流傳的視頻顯示 一名所謂的港警在街頭用普通話責罵一名便衣 香港作家蔡永梅說 警察越拳濫拳肆無忌憚的表現 懷疑香港警隊與防暴部隊中 可能會有大量的中國國安和武警 有評論指出 已有大批中共軍警在冒充港警 中共特務也早已滲透香港的各行各業 7日 香港中文大學和科技大學畢業典禮 學生集會遊行 繼續爭取五大訴求 中文大學學生穿黑袍 戴口罩 在校園內集會遊行 並為在反送中示威衝突中受傷的學生默哀 多名學生認為 中共才是禍斷香港的根源 離場前 許多畢業生高舉 無拒槍彈 撼背真相等橫幅 高喊 天滅中共等口號 高唱 願榮光歸香港 並在天滅中共牌子前合迎 對於我來說 任何極權都一定會滅亡 一個極權的政府是不會封鎖到的 有種 只有極權 共同